带着灯笼还有一箱暖呼呼的汤圆 在学校放学后 议员张景豪特别前往西光儿童课陪中心 要和孩子们一起过元宵节 为在事后地区的西光课陪 这几年来 两位退休老师都会免费帮弱势家庭小朋友做课后辅导 所以一放学后 小朋友就会到中心报到 而元宵节当天 议员除了带来新北市政府的虎年小提灯 让他们写完功课可以DIY 晚上回去提灯笼过节之外 还特地请小朋友吃红豆汤圆应应景 今天景豪带着我们的市政府的灯笼 还有我们二十几碗的汤圆 红豆汤圆 要来给我们西光课陪的小朋友 让他给他们一个温暖 那长久以来西光课陪的老师 都一直在持续照顾这些 比较弱势高风险的家庭 那所以呢 景豪特别在节日的时候 也特别来关心 这几年过年过节都会来一趟 除了过年送礼送红包 也协助西光客陪中心设备更新等等 这次则是将提灯红豆汤圆 一一送给小朋友 也祝他们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 这红豆汤圆 很感谢就是议员张议员 然后来到这边每一次呢 过节的时候 特别这些孩子比较欠缺爱 然后还每次这么忙 然后会在这样的时候来关心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也很受感动 然后我相信这些孩子 在他们缺乏爱的心灵里面 透过议员他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付出 其实也会给他们生命带来这样的一个温暖 还有淡忘 功课写完了 吃着热腾腾的红豆汤圆 希望孩子们开心满足 希望儿童课备中心 提供金融国小 若是小朋友一个客后的安心环境 议员张景豪元宵节送暖 希望让孩子们开心过节 这场慧玲细致财报报道